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收看我的频道 今天我们再去看一下连路加接 上次我们已经知道 我这边已经进行了加接 然后加接成功之后 我就是会切上面 然后上面已经切掉 我们看有些奢牙的问题要处理 这边奢牙长太多 然后这枝条已经死了 这边也是一样 现在剩下一二三四五 有五个枝条 然后我们看 有好多害虫 一直吃这个椰子的部分 所以我们看 上面都 每个椰子的地方都会被吃掉 然后我今天呢 就是会打开这位置 给大家看一下 看到底的这个伤口 已经怎么样了 然后我们昨天这里刚 下了一场岛雨 幸好这些都没端掉 看下了一场岛雨 看下这边 看下这边 这是粉红莲屋 粉红莲屋 石森树 然后我使用灰丹莲屋的枝条 这样就到上面 现在他会把这个伤口打开 这里 我们看 这伤口已经 预合到这边来了 我们要把这个地方打开 因为如果没有打开的话 这边会弄成一个很大的伤口 这可能会坏掉 这样子 这边也是一样 这些石森树就是要拿掉了 好的 刘子 只有这边 那里面没有开盘 如果真的没有开盘 就是决定西架 就不用开盘 再看一下这边哈 这里还有个地方 这里有个摄氧了要拿掉了 这里有个摄氧的摄氧 我这里还看到里面还在长根 我们看有个黄色的地方 因为里面它有这个湿度 所以又根又长出来了 这边的话我再等这几个芽 比较大一些我才打开这里 今天我的视频先分享到 喜欢的朋友 记得给我留赞留下评论和订阅 关注我的频道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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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